哈囉大家好我是蘋果妹 今天也要帶大家看一下 如何查詢你iPhone電池的充電循環次數 現在市面上的智慧型手機 大部分都是使用鋰電池居多 那大家也知道iPhone用久了 它的電池就是會老化 那老化的話它的續航力就會下降 那決定理電池壽命長短的要素 除了時間之外呢 也跟你如何使用這支手機 還有你的充電習慣有關係 尤其是隨著你充電的循環次數越多呢 你電池老化的程度就越嚴重 那這個循環次數要怎麼計算呢 例如說你今天手機是充飽電的 然後你用到沒電 接著你又把它充飽電 這樣子就算一次循環 但是應該沒有人一天到晚 這樣子用你的手機 所以例如說你今天用到60% 然後又充飽電 隔天又用到40%又充飽電 這樣子也算是一次循環 根據蘋果官網上面寫的 大概500次充電循環之後呢 你的電池健康度就會掉到80% 所以我們今天要查詢的這個循環次數呢 可以讓你大概了解一下 你的電池狀況 另外如果你今天是要買一支 二手iPhone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檢查一下 我今天會帶大家看一下 我這一支iPhone 12 Pro Max 還有另外一支用了一年半的iPhone 11 他們的循環次數 還有他們的電池健康度表現如何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看一下 要怎樣查你的循環次數吧 首先呢打開你的設定 接著呢去找到隱私權 這邊有一個隱私權 接著呢滑到最下面 有一個叫做分析與改進功能 然後最上面呢有一個分享iPhone 然後如果你有Apple Watch的話 這邊會多一個Apple Watch 這個按鈕應該是打開的 那如果你這邊是關起來的話 你現在把它打開 要隔天才能取得今天的資料 不過等一下呢 我教大家一招就是改日期 這樣子馬上就可以取得今天的資料了 那假設你這邊 原本就已經是打開的話 按一下下面的分析資料 打開之後呢 你會看到裡面有非常多的資料 那我們要去找一個項目 叫做Log Aggregated 我會把這個項目打在我的螢幕上面 那我們就往下去找到L開頭的資料 在滿下面的 在這邊大家有看到嗎 它叫做Log Aggregated 然後呢去找到最新一個 就是這個5月5號的這一筆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裡面看到有很多這種程式的亂數 對不對 然後我們先隨便選一個地方 然後這樣框起來 我們把它全選 就是要手動把它全選 然後下面這邊一直把它往下拉 拉到最下面 一直往下拉 讓它拉到最下面 全選完 然後這邊呢 按拷貝 拷貝 然後接著打開你的備忘錄 這邊打開 然後新增備忘錄 接著呢 把它貼上 貼上完之後按完成 接著呢 按一下右上角三個點點 然後選擇 在備忘錄中尋找 然後在這個搜尋欄這邊呢 你去找Battery Cycle Count 我會把這個英文寫在我的螢幕上面 大家就跟著一起打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沒有空格的把它全部打出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 它已經找到一個顯示結果了 接著呢 我們看一下在這個關鍵字下面這一欄呢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數字叫做167 然後每個人數字不一樣嘛 這個就是你的充電循環次數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假設你這邊原本沒有打開 然後你現在把它打開的話 要怎麼取得今天的分析資料 我們要去改日期 改完日期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今天的報告了 那我們現在呢 先回到上一頁 上一頁 然後去找到設定裡面的一般 裡面呢去找到日期與時間 這邊這個自動設定把它關起來 然後日期呢 我們把它改成明天 就例如說今天5月5號 我就改成5月6號 然後呢 我們再回到剛才的隱私權設定裡面 這邊 然後下面這個分析與改進功能 然後呢 按一下這個分析資料 裡面呢 你就去找到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Log Aggregated 然後就會出現今天的資料了 那你今天用這個改時間的方法 看到的Log Aggregated 會只有一個項目 就是今天的項目 那就是那份資料 你只要把它打開 全選 然後再到備忘簿上面貼上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在備忘錄裡面搜尋完之後呢 也不要忘記回到一般 把你的時間改成自動設定 日期與時間裡面呢 記得要把它改回來自動設定 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一台iPhone 12 Pro Max 它的充電循環次數是167次 那它的電池健康度是多少呢 電池健康度的話 就是在設定裡面的電池 然後電池健康度 裡面呢大家看到這邊是100% 其實我沒有刻意的在顧我的電池 我的使用習慣就是可以充電就盡量充電 然後我也不會插著電過夜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讓你的電池過熱 不過最近幾代的iPhone過熱的情況 應該不是那麼的嚴重 就是它還是會熱 但是不會到燙的程度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用了一年半之後的iPhone 11 它的表現如何吧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份資料呢 是我從iPhone 11那邊傳過來的資料 我們現在呢來搜尋一下 這邊大家看到我iPhone 11 已經充了465次了 已經快要500次了 那我們剛才不是有說過 如果500次的話 它的電池健康度大概是80%嗎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的電池健康度多少 那這邊呢大家看到我的iPhone 11 它的電池健康度是89% 所以表現算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另外要提到這一次iOS 14.5的更新 iPhone 11的機型 都可以進行電池健康度的校正 那可能要花上幾個禮拜的時間 那檢查完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的電池健康度有沒有更改 那不知道大家檢查完之後 你的充電循環次數跟電池健康度 分別是多少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喔 另外呢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學的iPhone教學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蘋果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次數還有它們的電池健康度表現如何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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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